三天两夜出游 怎么会在同一天就发生瓦斯鲁爆炸 小米女中11人受伤 强震后菲律宾慈祭人赶服灾区 送毛毯送食物 扶会床也在路上 米其林一新曼谷餐厅老板娘智姐 75岁冻灵 来自于对工作的坚持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1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关心发生在昨天 台中小米女中的露营意外 小米女中国中部有将近500名同学 昨天是前往台南举办三天两夜的露营 结果在野炊的时候 使用卡式瓦斯炉不慎发生了爆炸 11名同学烧烫伤 其中4个人转院回台中 伤势比较严重的都是伤到了手以及脸部 还在持续的住院治疗 根据了解小米女中 其实已经连续19年举办露营相关活动了 为何今年会发生意外 还要进一步来进行检讨 参加学校户外教学 却因为瓦斯罐爆炸烧烫伤 两个伤势比较严重 连夜转回台中荣总治疗 台中市副市长和教育局单位也到医院关心 意外地点在台南郑问溪青年活动中心 31号当天台中小米女中国中二年级 近500位学生进行户外教学 晚上露营煮东西时 可能是太靠近火源 瓦斯罐爆炸 十多位学生受伤 当地的慈祭之工感到医院关怀 才十多岁的孩子 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都吓哭了 校方表示这个活动已经举办近20年 行前都有详细讨论规划 没有想到一共三天两夜的露营活动 才第一天就出意外 会立刻检讨改善 大爱新闻台中台南综合报道 这一回引发爆炸意外的主因 就是露营常见的卡士卢 随着国内的露营风潮兴盛 这卡士瓦斯卢也越做越迷你 越轻巧方便于攜带 不过这反而会造成使用上的危机 因为就会变成这瓦斯卢太小 锅具太大了 提醒您以下的这些 使用上的安全准则 包括卡士卢 您在选购的时候 要特别选购具有商品的安检标章 另外瓦斯罐在安装上去之前 要特别拿来看一下 是否外部有任何的破损 外泄的疑虑 另外锅子在选择上面 也不要太大 以免覆盖到瓦斯罐 就容易发生危险了 另外野炊石 要注意这周围 不要摆放任何的易燃物 以侧安全 一般常用就是把它 先确定它是 确定已经进去它的卡榫之后 这个要确定卡住 然后再把它关上 卡士卢成为现今露营常用器具 但使用不当就有危险 一般卡士卢容易爆炸原因 除了没正确推瓦斯罐 炉具过大外 还有侧风过大 有多个炉具在同时定牌在燃烧 这样子会互相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保持通风 避免一氧化碳的中毒 卡士卢其实不能离火太近 户外露营成为时下风潮 也吹安全原则 除了卡士卢物净火源 碳火物加化学药剂 慎选炉具之外 还要选择合法的安全露营区 夜间若有营火晚会 也要格外当心 毛巾会放在上面 领一些没有 我们会跟学生说 没有不要倒太多 因为怕一点会火太大 怕危险 让学生不要太靠近火源 露营区地面有枯枝 树皮 残叶等易燃物 进行野炊后要确实灭火 否则稍有不慎 口灰亮过 大爱新闻学员林甄瑞萍 台南报道 沙尘暴来袭 这几天台湾的空气品质 变得非常不好 提醒您哦 到了明天呢 这空气品质的预测值 北部 东部还算良好 不过这中南部 云嘉南以及高平一带 明后两天提醒您 都是橙色预警 也就是对于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级 医生就建议了 避免诱发过敏的话 抵抗力比较弱的民众 还包括老人以及小朋友 都要尽量待在室内 外出也要务必戴上口罩 60岁的詹女士 非常注重健康 只要外出几乎都戴着口罩 我比较敏感就是眼睛 最近眼睛都会这样 就是会痒痒的 包括眼睛痒 鼻子 耳朵 皮肤发痒 甚至是咳嗽 鼻塞 流鼻水等等 都是主要过敏症状 近日受到沙尘暴影响 空气品质变差 空气中的悬浮微粒 对人体有害 第一个就是异味性皮肤炎 对皮肤会造成影响 因为直接接触到 第一个吸进去鼻子的话 其实会造成鼻子的发炎 PN2.5它其实会 经过我们的肺 到我们的血管里面 其实长期下来 对身体的各个机能 其实也都会有一些残存的影响 医师建议 空污严重时 尽量待在室内 需要外出时 开车或搭乘交通运输工具 减少骑车 同时戴口罩保护呼吸道 N95跟医疗用口罩 防护效果较好 这边贴紧 其实要记得要盖紧 没有盖紧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有些人戴口罩都戴一半 这样其实是没什么用 多一点防护 保护健康 大约新闻黄子林旺光辉 台中报道 国际焦点 英国下议院议长贝尔考 正式现任 结束长达十年的议长生涯 他的政治之路 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成为反对英国脱欧的 核心人物 个人色彩也相当的鲜明 有人就曾经为他做过的 这一项有趣的统计 说他总共在议会 喊出了一万四千多次的 Older 也就是保持秩序的意思 现任当天 许多的政要士纷纷发表演说 向他致意 经典的管制续声传遍国会 让人津津乐道 如今只能用影像追忆 因为五十六岁的英国下议院议长贝尔考 当地时间十月三十一号正式退休 贝尔考以保守党议员出身 2009年当上议长才脱党 长达十年的议长生涯 在最后一天 许多政治人物纷纷向贝尔考致意 强生口中意见分歧 就是针对火热的脱欧议题 正反双方激烈辩论时 贝尔考总是坚决捍卫发言权 脱欧派批评他偏心 清欧派则称赞他贡献良多 除了托欧议题大放异彩 贝尔考也多次在性别 性骚扰与种族辩论中 微弱势发声 推动改革有目共睹 平时管秩序气势凌人 发表现任感言时 却红了眼眶 贝尔考协人后 议长大卫成为瞩目焦点 11月4号将投票选出接班人 候选人必须得到票数过半的 绝对多数才能顺利当选 大家谢谢我们张国田编译 两年多前 英国伦敦的格兰菲塔大楼 发生大火 72人命丧火窟 现在最终的调查报告出炉了 只只是消防队的判断错误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撤离住户 才会酿成多人死伤 家属出席记者会 桌子上摆着蜡烛 和罹难家人的照片 有这么厉害 2017年6月14号伦敦西区 格兰菲塔大楼发生大火 72人命丧火窟 30号调查报告出炉 指出伦敦消防队救火过程的严重疏失 没有在第一时间撤离 反而下令要求24楼的住户留在原地 造成死伤惨重 虽然这项报告质疑伦敦消防队的救火步骤 但也有部分罹难家属肯定他们的努力 不过同时也认为 毅然的建筑用材和空间设计 更必须深入检讨 根据报导30号公布长达1000多页的调查报告 只是第一阶段 未来还将调查格兰菲塔大楼的建筑结构 翻新过程以及是否违反建筑规定 大概新闻罗文景编译 美国第三大学区芝加哥 教师长期布满低薪结构 以及师生的比例悬殊 导致教学品质太低落 因而发起了大罢工 连续11天集体走上街头 现在总算是和政府达成协议了 让30多万名学生得以重返校园 抗议声浪不绝于耳 芝加哥两万五千名教师 发动32年规模最大的罢工 政府网顾教育品质 老师上街抗议影响30万名学生 家长只能把孩子送到学校 图书馆或是教堂自习 学生家长哀鸿遍野 索性在抗议第十一天 市府和教师公会达成临时协议 学生将在11月1号复学 为期五年的临时协议 包含小学低年级班级人数 控制在28人 高年级31人 社工人数增加将近两倍 护理师扩增到598人 教师则是加薪16% 市长也说 3500万美元的预算全到位 罢工宣告落幕 教师公会承诺将为学生补课五天 为了安置孩子疲于奔命的家长 总算松了一口气 大家新闻就不先编译 去蔓延居民撤离家园 慈禧志工轻送玉盘毛毯 稍后有完整报道 慈禧目前在柬埔寨展开了大规模一诊 今天是第一天 分别是在两间医院里头进行 一家看诊了四科别 包含的是内科 外科 牙科以及中医 另外一间医院则是专门看诊眼科 今天动员的是243位的志工 73位的医护人员为将近700位的居民进行诊疗 而其实呢 在场大部分都是罹患有白内障 这是由于柬埔寨的乡亲长期务农 过度曝晒于烈日之下 才会导致眼睛受伤 为了接受这一场免费手术 很多人都是长途跋涉 甚至有人是搭了七小时的船而来 早上八点多 柬埔寨马德旺神力医院传出响亮歌声 现场已经有不少民众都在等待看诊 其实他们已经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了 那现在已经办完了相关手续 等一下就可以进去看诊 至于另外一边呢 也还有等待的民众 志工趁这个时间赶快来带点团康活动 像是唱慈悸歌啊 笔手语啊 另外也会教他们一些味道资讯 柬埔寨大型疫诊正式开始 一位四十岁妇人为了开刀搭船七小时 因为眼睛疾病已经影响生活十年了 还有一位眼部问题也长达十年 因为小时候受伤 现在只有左眼有眼球 菲律宾慈激人医会医师 十月初来出诊时 了解他的状况之后 回国马上做准备 而这次眼疾最多的是白内障 像这位先生才32岁就罹患 一边眼睛印伤失明 另一边也渐渐模糊 由于大部分的人都雾农 过度日晒是原因之一 细心帮每位病患解决问题 每个人手术后也都露出笑容 走出手术房 医护人员在外守候 进行术后卫教 另外在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 连三强震之后 此际也展开了发放 发出的物资包含了 宝特瓶毛毯 草席以及面包 后续也将给予饮用水 以及500多张的扶会床 今天适逢是菲律宾的亡人节 这个节日等同于华人的清明节 志工震灾脚步不停歇 房屋毁损的灾民 目前暂时住在政府 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头 地震过后 灾区的各种物资都相当匮乏 很多人只能暂时用野子叶 铺在地上 而勉强度过一晚 此际发出的首批物资 包含了环保毛毯 还有面包以及草席 昨天因为路况实在太不好了 运不进灾区的饮用水 今天是突破困难运抵灾区 另外在首都马尼拉的志工 也从仓储调出了库存的 扶会床应急 预计最快后天 就会展开扶会床的发放 地球版图还要带你看到 这是野火烧不尽的美国加州 此际志工是持续地集结 毛毯各种物资送进灾区的收容所 提供给有需要的撤离居民 号称是加州葡萄酒香的索怒马郡 如今被灵火烧得一片焦黑 受损的建筑物多为当地酒庄 或是山区陡峭之地 山边小镇盖斯维尔比邻葡萄酒园 是烧毁的民宅 慈济志工前往看载 除了勘察灾区现况 另一堆人马也前往圣塔罗沙 灾难庇护所关怀 为受灾民众送去 一千条日韩文态 我需要回到家 去看如果是没问题 还是可以安心 我只是在家的地方 想去做一个地方 来一个禁止 可以温暖的 您是保持除了 这里 挺寒冷的 确认 加州 我明白 這個我認為我們還好 志工的發放從白天進行到晚上 錄音後氣溫更低了 志工也前往更北的克洛戴爾 給災民送去溫暖 很冷 太冷了 沒有生命 沒有藝術 謝謝 我們今天忙完了 再怎麼累 我們今天晚上還是回到我們的家 還是回到我們的床上睡覺 可是這些鄉親呢 他們今天沒辦法回去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家是怎麼了 也可以可想而知他們心裡的狂恐 我們送來的毛毯真的是 給他們一點溫暖 但真正我們希望帶來的慈激的愛 能夠讓他們感受到這個溫暖 好 要小心 謝謝 謝謝 那會保持你溫暖 那會保持你溫暖 對 我認為你們是很棒的 你們要把衣袋放掉 因為這真的幫助到社群 和人們的房子放下 很棒 謝謝 謝謝 我只是想說 謝謝你們大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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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會冷 所以這些衣袋很棒 非常非常非常感謝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感謝 帶來新聞劉漢青 張金寶 美國報導 記者帶您回到國內 彰化這位獨居的謝先生 體弱多病 無力整修房屋 慈濟人何立清掃 也為他加裝了熱水器 還有全新馬桶 改善居家生活 從屋林將近半百的房子裡 清除廢棄家具 老舊紗窗布滿塵土 這是慈濟居家關懷戶 謝先生的家 這房子會漏水 唯一設備都是很老舊的房子 志工忙進忙出 身形瘦弱的屋主卻難以幫上忙 只能在一旁等待 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一個人獨居 心臟病 眼睛又不好 很少跟鄰居互動 跟家兄弟姐妹的互動也不好 常連獨居與世界脫軌 成隊的舊刊物對他而言 是心靈的避風港 原本都是裡面堆滿書籍 跟舊報紙 舊報紙我們想跟他回收回來 他是說他裡面都是他的資料 所以不讓我們回收 他大概目前是暫時跟他整理這樣子 除了書籍抬頭一看 更需要整頓的是快塌陷的屋頂 在志工協助下 加裝了鋼架撐起更安穩的家 梁柱都是把椅刺掉的 隨著都有塌陷的可能 木頭幫他換掉 換了總共換了大概有五隻梁 有了電熱水器洗熱水澡不再是難事 師傅也重新拉線分配電路 像早上很簡單的一顆開關 我們這次幫他 電腦的電 200號的電 電燈 插座都有幫他做 這幾個你用後 很香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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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鋼了一趟 可以洗三缸 四缸 志工親手挖了一座畫糞池 裝上新馬桶生活變得更方便 原本無力整修的老房屋 終於緩然一新 大家請問真善美之工 李淑貞 何百寅 張畫報導 正言上人持續在禁絲成語 闡述法華經 談到了淚生淚世因緣 造什麼樣的因 必受什麼樣的果 修行也是如此 要關機鬥窖 苦機拔椅 復為說法 人人莫忘一念心 臨山就不曾遠離 從淚世以來 甚至 這個因緣 看過了幾哪世代 之前我很喜歡小孩子的 現在因為你 我畢竟不喜歡小孩子了 我一段時間我很埋怨 我說你連累了我 我罵他連累我 不然今天我沒有這樣苦 是你連累了我 不然我今天自由自在我 你連累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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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幾年吧 幾年還是去年尾 我有偶爾過來一下 因為他們告訴我 阿玉萍的情緒比較不好 我就過來看一下 好像幾年來的那種辛苦 那種心酸 突然間一下子爆發出來 擔心他那個手就這樣倒下來 永遠回不來 沒有把你記得 然後最近 應該是這一兩年 又有去到 慈激的醫診中心 每個星期天 因為一個種醫師在那邊 幫他做針灸治療 應該是讓他看到一個希望 人生多一個人 沒有做癮 有癮 必定的 要受過 受不 受幸也是一樣 你們想看 記者是這樣 現在現在 僵中的萌燉 的人 在罵我 在罵我 這些人 感恩喔 每個人給你們祝福 你們將來也能行菩薩道 去奶奶家打掃完之後 第一次再到奶奶家去探訪的時候 奶奶就是語氣態度很不好 就是叫我們滾滾滾 奶奶也很有文化 讓我們大家來寫一封信 就是表示我們是真心地去陪伴她 她可能還不了解我們這個詞記 那我們就把這封信和那個詞記約刊 一起放在奶奶的那個地方 後來就是因為這封信 就是翻轉了奶奶的整個人生 他心裡不要再做 他心裡不太好 很甜啊 好妙 妙美 好妙美 這隻山很難包 就是啊 你還要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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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家鄉館 要爬上去 爬到一半 差不多要到頂了 但是這個時候 疲了啦 這麼疲 我不如 回來去囉 沒想要再去 就要有一個 真的可以 搶的好搶的老師 看一看鼓咧 看一看不看 設方法 讓他們 還有興趣向前走 好 我們也跟你去過年 去訪射他 有去做法性關懷 他都不開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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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牙綻放專題系列報導 逆境中成長的小草 今天要與您分享 蔡家姐妹的故事 三胞胎姐妹 大姐患有腦性麻痹 二姐和三姐 就讀於同一所高中的 烘焙食品科 看到爸爸媽媽為了家計 每天都要打好幾份工 姐妹很懂事 會分擔家務 照顧手足 也希望未來畢業後 能夠靠做麵包脫品 兩姐妹讀的是烘焙食品科 做麵包是基本工 最難是整形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整形 嗯 之後呢 之後整形完之後 就要拿去發酵第二次 假日在家裡練習做餐包 畢業後有興趣朝這方面發展 兩姐妹是三胞胎 但是大姐出生 就罹患腦性麻痺 好 最乖了 來 隨妳好 我們擦擦 好了 嗯 發現好了對不對 嗯 很棒喔 她會把玩具 東西就是拿到手上 頭會擺來擺動 三個月跟四個月的時候 我發現她 怎麼只往一邊不往這邊 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老公就帶去 那個時候就開始發現她有問題了 對 家裡還有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妹妹 四個孩子要養 爸媽肩上的膽子很重 蠻辛苦的 但是他們的觀念跟教導方式 我覺得非常的棒 她很正念 兩姐妹懂事貼心 會照顧大姐和小妹 常常看著她們四個人一起去散步 大姐也順便做復健 家室兩人也會分工 一個人洗碗 另外一個人就去曬衣服 媽媽上班很晚的時候 或者是他們去菜市場的時候很晚 會幫忙 煮飯 蔡爸爸很知足 也告訴孩子要有感恩心 不要勸 你的心裡才會踏實 欠人一斤就要送人家 像我們聯絡處 我們有在做那個往生輩 雖然專業的他們不會 但是那些小手工巧遇的 他們就可以幫忙 一家人住在四五十年的老房子 生活清平但感情緊密 知足感恩就是幸福 國際最大的素食廚藝競賽 菩提金圖獎今天展K 75位國內外的名徒 端出了拿手好菜 展現蔬食文化魅力 金之樂禮一次排K 台灣素食節盛大登場 舉辦了菩提金圖獎競賽 75位的名徒以花果作為主題入菜 展現出精湛的雕工手藝 民眾現場還可以免費的試吃 透過品嘗各式佳肴 展現素食料理魅力 也同步推廣如素 用實質行動呼籲民眾愛地球 大野新聞旗艦專題真實之道 把時間交給主播陳主棋 專士知道 今日的餐桌明日的地球 今天的專題報導 我們要帶您一起來回顧一下 過去一周你都吃了什麼呢 在這個食物的九宮格裡頭 可能都是你日常三餐的主食 包含了飯糰 蔥油餅披薩 拉麵包子炒飯 漢堡等等 可能是你愛吃的食物 但是您有沒有想過 這些食物當中成分到底是什麼 翻轉九宮格 我們就會看到 九種食物當中 只有兩種是米 其中七種都是小麥做成的 偏偏台灣的小麥 99.9%都是進口的 可見得台灣的糧食供應 已經出現了一些產銷失衡的問題 我們把鏡頭放在台灣的米 真的產量非常的多 台灣每一年都生產很多米 都會過剩大概20萬噸左右 試過完的 通通進了公糧餐庫 一直放一直放 放到米快過期了怎麼辦 只好轉做給牲畜的飼料 換言之 本來是種給人吃的 最後卻變成牲畜給吃掉了 這是台灣的米產量過剩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價格 自從我們加入WTO之後 鏡頭的米價一公斤 平均價格11塊台幣 台灣自產的米 卻要40塊台幣 或許你會說 好便宜喔 那我們都來吃進口米好了 其實不然 因為糧食如果通通仰賴進口的話 就會產生一些糧食供應的風險 所以總而言之 台灣的米面臨了三個主要的困境 叫做貴 少 還有呢 那就是剩 第一個貴就是價格比較貴 第二個少是吃的人太少了 第三個就是糧食 尤其是米每一年都會剩下很多 那怎麼辦呢 農委會呢 就提供農民一個方法 那就是轉做 轉做其他的經濟作物 種種其他糧食吧 還有鼓勵消費者 多吃一點米吧 這也是我們要鼓勵 鏡頭期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響應的 在這樣的政策之外 我們還要談談 台灣實施全球唯一的 叫做公糧保價收購 就是農民你種米 不管你種多少賣不出去的 最後公糧都會把你買回來 這個制度對於農業發展的長遠而言 到底是利多於弊還是如何呢 今天的專題報導 就帶您一塊來了解 記者所在的位置是桃園龍潭的公糧倉庫 你可以看到這邊囤積的稻穀 已經快要到天花板了相當的多 因為在2018年全台稻米豐收 超過了150萬噸的稻穀 比往年多出了10%以上 舊的還沒有還沒有消完 新的要出來的 全省那麼多的稻米 你政府的昌容也是有一個局限嘛 全台1800多座糧倉 都有相同的囤積狀況 產銷失衡 讓稻米主藏成本增加 價格跟著下跌 根據統計 台灣每年的稻米生產量為140萬噸 而全台人民一年吃掉120萬噸稻米 換句話說 每年有20萬噸的稻米過剩 而存放工糧倉庫 加上過去來不及消化的囤積稻米 目前全台工糧有80多萬噸 是四個月安全庫存的兩倍以上 為什麼國內稻米長期供過於求 早餐都吃什麼 饅頭 麵包 你喜歡吃飯還是吃麵 麵 1980年代 每名台灣人每年吃掉 上百公斤的白米 如今只剩下45公斤 吃米量大幅衰退了一半以上 而民眾不吃米的部分 改由麵食補上 因此每人每年的小麥攝取量 高達38公斤 在漢堡和麵食的稀化飲食下 這些年來 農政單位不斷呼籲國人 多吃一碗飯 但稻米消耗量還是沒有增加 而政府的保價收購政策 讓稻米的過剩情況更嚴重 放久的話就變成糧米了 一公斤米的話 一公斤賣幾塊錢 你看政府要花很多錢 超過兩年的工糧可能變質 只能當飼料 但政府當初以每公斤 35元的稻米價買進 最後用10元的飼料價賣出 這些金額損失是全民納稅買單 一年要花掉將近200億 這200億的錢是在浪費人民的錢 台灣的稻米成本 每噸1100到1200美金 是越南米的2到3倍 因此國際競爭力弱 絕大多數的稻米都是內銷 台灣的稻米價格是由工糧收購價格 在拉抬的 台灣的稻米價格 事實上已經是全球第二高了 僅至於東京 往年大概台灣的米的外銷量 大概都只有兩三千噸左右 那我們這幾年我們積極的把這些米 希望不是用最低價的飼料米去釋出 2002年台灣加入WPO 本身過剩的稻米 每年還得進口14萬噸的外國米 對於滯銷的本土稻米雪上加霜 越南米它一台一斤差不多15塊多16塊而已 它相對的便利嘛 這會打擊到國產米的這種銷售量 於是工糧年年爆滿 農糧署想盡辦法消化 多管齊下 但稻米過剩問題仍未解決 政府再設幾年 只好鼓勵農民轉做雜糧 不要再種稻了 要付錢這個請他修根不要種 那個就是怕就是說 你的那個水稻如果不修根種出來的 那個米的一下太多 那個等於米這樣就要爆點 國內稻米和漁產的刺激率 都超過百分之百 蔬菜和水果有85%以上的刺激率 肉類75% 乍看之下 台灣的總糧食刺激率應該很高 但實際換算只有32% 那為什麼會刺激率低 第一個我們的麵粉 麵粉吃很多 小麥進口很多 第二個我們黃豆進口很多 黃豆做什麼 做油 做飼料 所以我們的刺激率 是從這裡被降低的 小麥和黃豆的刺激率 分別不到百分之一和二 換句話說 國人的麵食麵包 以及油品的原料 幾乎全仰賴外國進口 於是這些食物的價格和進口量 掌握在外國人手裡 過去幾次糧食危機的時候 世界上很多主要的糧食出口國 他們就有所謂禁止出口的限制 天災戰亂疫病引發的全球糧荒 總糧食自給率低的台灣 照理來說應該影響很大 但國人面對小麥進口量銳減食 還有豐足的稻米存糧可以充當食物 全世界在糧食危機的時候 我們台灣沒有人感受到糧食危機 因為我們有庫存的 庫存的稻米 大家不會像國外 這個糧食的價格 就巨幅的波動 過剩稻米 有朝一日可能成為救命糧食 稻米價值來自人民需要 唯有把稻米糧食變成糧食 朝向高營養和精緻化 才能讓稻香飄揚 喚醒我們對米飯的美好經營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才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昨天我們台灣雨下的蠻大的 最主要是在我們台灣的東半部地區 那麼最主要的影響就是因為 有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另外再加上有一些南方 有一些水氣北上 所以有潮濕的空氣 再加上有這個東北風的環境 所以在我們一方面地區 像東北部跟東半部宜蘭花蓮 雨勢就相當的明顯 甚至在昨天到今天凌晨 在我們東北部宜蘭的 這個總累積雨量 達到大概700多毫米 當然也超過了超大毫雨的這個等級 不過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這個水氣量逐漸在減少當中 所以整個降雨可以說是有在 逐漸的緩和下來 那麼明天的天氣跟今天比較起來 水氣還會再更加的減少 所以天氣可以說是更加的穩定 西半部幾乎都可以見到陽光 東半部還是有局部零星的 短暫的陣雨 但是雨勢可以說是緩和許多 那麼接下來下個禮拜要特別注意 除了持續有東北風之外 就是南方還是持續有一些 這個熱帶的擾動系統 會有發展起來的機會 那麼目前看起來這些擾動系統 都不至於直接影響到台灣 但是要注意它的外圍環流 可能還是會帶來一些水氣 所以淫風面還是有機會 帶來比較大的這個雨勢 大概在禮拜天開始 又會再有一波東北風的增強了 我們來看一下 溫度也是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像北部的話 其實一整天 甚至在未來的一個禮拜 都是比較偏涼的天氣 低溫大概20到21度 中午高溫普遍都只有24到25 26度而已 那麼在我們中南部的話 雖然說白天的高溫相對比較高一點 有點像夏天比較溫暖 但是清晨跟晚上溫度還是比較偏低 大概都只有22到24度 中部還要再比南部 再低個1到2度 所以大家早出晚回 記得添加保暖衣物 回來四天的話 最主要容易下流的地方 陰風面北部東北部 跟東半部地區 尤其是東北部 不過目前看起來 應該都不至於有這個太大的雨勢 但是外來幾天 還要持續注意它的這個變化 水氣會不會變多 陰風面還是要特別留意 至於中南部的話 普遍來說降雨機率 都是比較偏低 甚至幾乎都還是 可以見到陽光的這個天氣 今天晚上各地天氣 大致上都是穩定的 中南部要特別注意這個空氣品質 還是有機會到達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北部跟東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雲量偏多 東北部的宜蘭 還是要注意 有局部的短暫生雨 明天各地 幾乎在西半部 都是可以見到陽光 東半部雲量還是有點偏多 尤其是東北部 雲量偏多 有局部離際的短暫震雨 但是明天普遍來說 水氣量是比這個 今天跟昨天都還是要再減少 所以明天天氣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大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但是中南部要稍微注意 就是空氣品質 因為擴散條件不是很好 所以不管是抽氧濃度 或者是細旋浮為例的這個濃度值 都有可能還是偏高 所以我要這個幾個天氣的重點提醒大家 基本上禮拜六的時候 西半部天氣是比較晴暖穩定 但是東半部還是會有局部零星的短暫生雨 尤其是東北部的宜蘭 中南部要特別注意的是空氣品質 那麼另外提醒大家 如果要出遊的話 還是要攜帶比較輕便的這個保暖的衣物 無論是這個日夜溫差 都是比較大 或者是平地跟山區也是會有一些溫差 東半部西半部也是會有溫差 所以只要是出遊 而且要出遊們的話 可能都要記得這個衣桌上的調整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大家一台的觀眾朋友 新聞即將告一段落了 稍後請繼續收看人間菩提 接下來新聞內容會轉到大愛二台 包括印度女性 現在可以免費的搭巴士 傳遞好書力量 要協助迷途少年找到正確方向 更多內容請您鎖定大愛二台 稍後馬上回來 拿起手機準備好掃描了嗎 3 2 1 GO 在印度 常年為人詬病的女權低落 逐漸有些轉變了 包括現在是讓女性可以免費的搭巴士 婦女踏上公車 手中拿著粉紅色專用車票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女性 10月29號起免費搭乘公車 市政府說明這項措施 是為了促進當地女性獨立自主 是為了促進當地女性獨立自主 會提供更多的女性 參加更多的女性 並且讓她們進入公共的空間 被女性激動 此外 新德里市政府 也加派一萬三千名人員 到公車站保護女性安全 2012年 當地接連爆發婦女 在公車上被性侵的事件 不過這項措施也引發質疑 因為目前公車票價最高才20盧比 相當於台幣8元 民眾有能力負擔 懷疑執政黨為了明年選舉 浪費公帑 大愛新聞 羅文錦編譯 如何健康 活得長壽呢 專家說這是銀髮族日常生活 要保持強烈的使命感 是主要關鍵 但您看在泰國曼谷 這一間餐廳的老闆娘 她可是擁有米其林一心的智姐 她的戴護目鏡的標準裝扮 神職人心 而且她最引人注意的就是 她對每一道料理的堅持 今年75歲了 完全看不出來 在10萬人的城市 差不多1萬人 在街上賣一份 用傳統食物 傳遞希望與夢想 銀創流平台推出美食節目 從街頭小吃感受亞洲 城市脈動 人們已經做了那樣的食物 40、50、60年 他們從來沒有去餐廳 其中泰國曼谷這間老闆娘 總是以盛裝搭配貨目鏡掌爐的智姐熱炒 成為曼谷人氣最夯的老闆丹阿 如今定位得等好幾個月 現場排隊至少要四小時起跳 因為小小的店裡只有七張桌子 2018年獲得米其林一心加持 是曼谷第一間摘新的街頭小吃 更讓智姐跡身國際知名的烙里達人 甚至硬邀為泰國航空設計 頭等倉菜單 其實她從來沒有問 她從來沒有說什麼 但我感覺到她需要我來 在我們工作日子 我會在這裡跟她 我從來沒有休息 如果我們開餐廳 我知道我必須在這裡 女兒資源持續工作陪媽媽顧店 因為凡店裡的大小事 智姐都親力親為 不但堅持用炭火 更是每道菜都自己炒 不嫁他人之手 只要開店中午到店裡後 得到凌晨三四點才回家休息 但活力十足的她 絲毫看不出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了 不如有專家認為 像是智姐對於熱炒店的執念 與使命感會使職員們活得更久 智姐的女兒表示 母親為了做好招牌菜 隨時保持精神的敏銳與活躍 更有分析指出 讓年長者擁有被需要的感覺 能讓她們感受自我價值 而做出有價值用心呈現的料理 這樣的強烈信念 更是職員們能日復一日 延續獨門記憶的關鍵 帶來新聞一場評分 好的 你看到這一群印尼的小朋友 上學之路為何驚濤害浪 如果風雨 我沒有回家 跟朋友 因为如果我远远远远时,如果我已经远远远远的时候被大雨出现, 如果我抓到头状态,比如说我会死, 肯定有朋友 자신会告诉我,或者是在我的棋�is, 如果我已经抓到头状态。 努力! 但任何雨,我必须商量! 让他们不担心找到如果真正我带到海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alan kaki, jalan setapak, apalagi kalau musim hujan, aduh sangat membahayakan sekali. Jadi sekali lagi kejadian kemarin yang tanggal 3 bulan 9 2018 itu saya sebagai pola sekolah dari SD yang bersangkutan yang korban, tiga orang yang satu dari SMP, saya sangat berduka sekali. Baik baik, selamat pagi semua nanak. Selamat pagi semua. Mata pelajaran kita pada pagi hari ini terkait tentang sejarah internet di Indonesia. Kalau keadaan saya belajar, kalau saatnya nanti hujan, saya nggak fokus lagi belajar. Saya pikirannya ke sungai. Karena saya katakan, gimana lah, kapan lagi ini mau pulang. Karena kalau hujan ini mau turun, pasti banjirlah. Terus kami lagi nantinya numpang di kampung tetangga. Terus orang tua kami, gimana lah di sana, nantinya menanya apakah kami udah lewat sungai. Tenggak jarak rumahku dari sekolah sampai ke rumahku kurang lebih tiga kilo dan melewati sungai yang besar. Ya sih, saya sering dengar kalau siswa itu yang khususnya melewati sungai. Ada banyak juga yang sering hanyut gara-gara banjir. Ketika saya mendengar seperti itu, memang sih saya takut. Tapi, apa boleh buat? Harus kayak gitu, harus menjalankan kewajiban. Ya, emang sih nggak harus menaruh nyawa. Tapi, karena saya itu pergi ke sekolah untuk mengubah karakter. Karena orang tua saya nggak sekolah, bukan hanya karena gara-gara banjir, saya nggak sekolah. Ya, terpaksalah. Saya harus mencari hidup. Iya. Nyawa, betul. Betul sekali. Jadi, selaku pas sekolah rekerkan diri yang lain, mau nyayang, punya kejadian kemarin. Itulah bagaimana mengejar pendidikan itu, pentingnya pendidikan itu dalam kehidupan, ya itulah resikonya.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收下 sur,学生也已奉茶回馈, 有 sur香和茶香,学生好开心. 我們进来之前,大家的脾气都不是太好啊。 就是很容易纠结在一些小事情上面。 看这些其实会比较想得比较开。 过去这些孩子比较缺乏接触到 sur, 接触到知识这一方面。 所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补充它, 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常识 或者是公民的一些素养 其实这间教室前身是图书馆 现在多了一处阅读的地方 还有慈祭捐赠的符会桌椅 功能变多 毕竟他们资讯是封闭的 不像外面有网路啦 手机可以去阅读 或是去图书馆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首先是丰富我们的裤裳 让学生可以再来 借书的时候更多的选择 很多很多人的运营来扶持 这个学校 所以我们这算是 很多的小爱继承的大爱 希望透过阅读进化人心 也期待这些学生能秉持正面 努力向善 大爱熊杰星王昭中高雄报道 教育部表扬特色学校 台南慈祭高中 荣获了第一名殊荣 募集物资在徒步送到偏乡 这堂公路上的公民课 让大学生燃起对社会的温度 还有国际志工的推动 以自身力量为社会做出改变 实践大学将品德深化为品格涵养 货班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学校的表扬 学生的作品 他们的设计的理念 理念的部分 然后融入对于这个环境 对于人文的关怀 跟品德教育的一个爱在里面 重手就是我的幸福 慈祭中学对品德教育的坚持也被看见 获选为高中组的代表 以慈祭人文出发 透过各项课程与服务学习 交之以理 欲之以德 将品格带入习惯中 原来我们把全部的 那个一次性的碗筷都收起来 我们不要用 一看就跟我讲说 你的孩子没变拍 高中像这样就成功了 就真的是我们都在外面 学生已经是内化成自己个人的 习惯行为跟他的特质 如果说没有品德的话 基本上人格成长会是缺陷的 我们希望从小养成品格 透过做中学 学中诀 以慈祭人文为核心 深化学生行善 行孝 教育部透过表扬优秀学校 期许校园间彼此互相观摩学习 品德教育是社会根本 才能带动善良风气的永续长存 大一新闻 黄仪轩 徐英豪 台北报导 活动式的假牙 可以直接用牙膏 牙刷来清洁吗 请医生来解答 上了年纪想大吃美食 假牙成了标准配备 根据统计 台湾65岁以上长者 超过六成都有带 但都清楚正确清洁方式吗 出保安就清啊 怎么清 用铁面的去刷啊 用牙刷刷啊 怎么会都用牙刷刷 要不然要用什么 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但这些都是错误观念 牙膏呢 它所含的物质呢 可能会损坏到假牙的材质 肌底呢 可能会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之间呢 产生了一些空隙 那么就变成是假牙的不稳 那不稳定的假牙呢 就容易造成我口腔黏膜受损 还有长辈记性不好 常常忘了拿下来带着入睡 会让吸入性肺炎风险提高2.3倍 口腔里面的细菌所引起的 那假牙呢 就是能够让这些细菌呢 残存的一个非常好的温床 所以如果带着这些睡觉 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吸入性肺炎 根据国际照护指引 每日清洗浸泡专用清洁剂 还有别忘了定期回诊 假牙虽然不比真牙 对健康还是有大影响 大爱新闻 杨远茨 梁家明 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家住 我们再会